八岁女孩撑着雨伞去上学的路上 不幸被一个猥琐大叔拦了下来 溯源看着近在咫尺的学校 又回头看了看空无一人的街道 他害怕地往后退了退 然而可怜的溯源最终还是没能逃脱男人的魔爪 男人将他拖到一间废弃工厂内 对他实施了无差别侵犯 直到罪犯逃走后 他才忍着剧痛拨打了报警电话 当父母接到电话赶到医院时 溯源已是面目全非 遍体鳞伤地躺在了病床上 医生检查后发现溯源的下腹基本全部所换 因为歹人手法太过残忍 溯源的肛门和大肠也被破坏 他们现在必须将溯源的肛门切除 然后给他装一个人工肛门 才能保住溯源的性命 而这意味着溯源以后都要靠排泄带活着 并且溯源长大后再也不会有生育能力 听到这个消息父亲哭得气不成声 但为了救下孩子 他又不得不答应做这些手术 好在经过医生一夜的抢救 溯源的性命算是保了下来 然而这个孩子醒来后说的第一句话 并不是害怕 而是让父亲一定要抓住凶手 溯源把凶手的特征详细描述了出来 他说他害怕坏人会对别的小朋友下手 他让父亲赶紧帮助警察把凶手抓起来 听完女儿说的话 父亲心如刀割 他颤颤巍巍地站起身来 然后往重症监护室外面走去 他刚走出病房 一个女警就来到医院告诉他们 现场指纹对照的结果出来了 所以现在已经确定了嫌犯的身份 但是警方还没有对嫌疑人实施抓捕 父亲一听当即就来到警局 他质问警局负责人 既然查出身份了为什么不去抓人 而负责人却说虽然大概知道嫌犯的身份 但是证据并不充足 因为现场没有监控 基因的检测结果也没有出来 他们不能这样贸然行动 如果想要尽快去抓捕嫌犯 只有让夙原亲自指认罪犯 但是夙原才刚刚苏醒 他还没有从阴影中走出来 就要再次面对那张脸 这无疑是对夙原的第二次伤害 妻子知道后 说什么也不同意让女儿去指认罪犯 他还责怪丈夫无情 可丈夫又怎么会不知道 这会给女儿带来多大的伤害 但是他没有办法 他不能让凶手这样逍遥法案 于是第二天 警方就叫了一个心理医生来 和夙原沟通 心理医生在确定夙原意识清醒后 他就拿出了几张照片给夙原看 当翻到凶手的照片时 夙原立刻就闭上了双眼不敢睁开 为了让夙原的指认真实有效 心理医生又让夙原 在几个人中亲自指认了照片 确定罪犯的身份后 警察立马就来到罪犯的家里 将他抓了起来 父亲得知罪犯被抓后 他当即就来到了警局 可是来到这里 却发现警局大门早已锁死 过道被新闻记者们围得水泄不通 所以他不但没能进去看看 残害女儿的人是什么模样 反而被记者们发现 他就是受害女孩父亲的身份 记者们堆着他的脸就是一通乱拍 于是当天他就上了新闻的头条 而记者们为了流量 不惜一堆人挤到医院 想要拍下宿源的照片 父亲无奈之下只好抱着宿源 急忙从普通病房搬到了独立单间 来到这里后 宿源小心翼翼地问着父亲 宿源以为是他被病友嫌弃了 才一个人住到这里的 然而刚来到新的病房 宿源的排泄袋就漏了出来 看着流出的黄色液体 宿源在事发后第一次流下了眼泪 他知道以后这种羞愧的事情 会伴随着他的衣裳 爸爸健壮急忙动手 想要给他换上新的裤子 但是却遭到溯源的强烈反抗 因为这个场景和几天前 他遭受的一模一样 看着女儿满脸绝望的样子 爸爸才意识到自己粗鲁的行为 勾起了女儿痛苦的呼吸 于是他下意识地停下了手上的动作 就在这时 护士跑进来告诉他 说他的妻子晕倒了 经过检查父亲才知道 妻子现在已经怀孕五个月了 本该是件高兴的事情 但是夫妻俩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而当父亲照顾好妻子 再次回到女儿的病房时 他却发现女儿变得 开始不愿意和人说话了 甚至是自己来病房 女儿都会拿着被子 将自己包裹起来 然而雪上加霜的事情接踵而来 经过两周的治疗 父亲已经花光了所有的积血 他已经拿不出钱 支付昂贵的医疗费 迫不得已 他只好给厂长打去了电话 他向厂长提出了离职 然后让厂长 把他的退休金取出来 但是厂长并没有答应他 而是准备把自家的积血先借给他应急 厂长妻子得知溯源家没钱后 也没有闲着 他召集了附近的居民 为溯源募捐 在大家的帮助下 钱的问题算是解决了 可是现在另一个问题又来了 罪犯在一审过程中 他却拒不承认侵犯过溯源 他说那天他喝醉了 他已经不记得当时的事情了 面对衣服上残留的DNA证据时 他的解释竟然是衣服被偷了 他是被冤枉的 因为罪犯的狡辩 第一次审判并没有给他定罪 旁听席上的厂长听完气得不行 直接脱下脚上的鞋子 就朝罪犯砸了过去 回到医院 妈妈再次找来了心理医生 想要开导溯源 让他不再害怕见人 于是医生安排了 溯源最爱的卡通人物走进了病房 他们在溯源的病房里跳舞表演 几人可爱的动作 成功引起了溯源的注意 溯源开始扭动着胳膊 和他们一起摇摆起来 而溯源也因他们的到来 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当爸爸回到医院后看到这一幕 他终于想到了一个 可以接近女儿的办法 于是在表演结束后 爸爸就找到卡通表演的负责人 想在他这里租一套卡通服装 当负责人告诉他 租一周要35万含源时 他却问负责人能不能分期付款 负责人看出了他的难处 当即就表示 他还有一套老旧的卡通服 可以免费给他用 就这样 父亲穿着卡通服来到了女儿的房间 见女儿没有抗拒 他才敢小心翼翼地来到病床前 但他不敢说话 他害怕女儿听出她的声音 他只能用写字版 写下想说的话给女儿看 随后两妇女就开始 用这种无声的方式交流起来 至此以后 父亲每天都会穿着卡通服来陪他 随着父母精心地照料和陪伴 溯源恢复得也越来越好 他们每周都会给溯源安排心理治疗 然而这天在治疗时 溯源主动开口问道 溯源说他特别想一觉醒来 就回到事情没有发生之前 他多希望发生的这一切 只是自己做的一场噩梦 但是每天睡醒之后 这个世界还是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他说他想重新回到学校 和同学们一起上学 但是自己现在这副样子 他要害怕回去了会被同学们笑话 但溯源不知道的是 在他不在学校的日子里 同学们都非常关心他 每次路过溯源家的小麦破时 他们都会在门上贴上一张 鼓励溯源的字条 终于溯源康复可以出院了 可溯源却告诉母亲他不想回家 他害怕回去后会遭受旁人一样的眼光 直到回家后看到同学们留下的满墙书信 溯源才放松下来 他的心里瞬间涌入一股暖流 下午 父亲在门外取同学们的书信时 突然一个小胖跑过来哭着向他道歉 小胖的一番话让父亲很是欣慰 他一边安慰着小胖说这件事和他没有关系 一边又在心里深深地自责 要是自己那天送女儿去上学 这样的事情或许真的不会发生了 第二天到了溯源上学的日子 他在上学的路上是一直用手捂住衣服 他害怕他的排泄袋被同学发现 遭到同学的嫌弃 但是他并不知道 男同学们此刻正默默跟在他的身后 一路守护着他 可是当溯源路过那天出事的路口时 他却停下了脚步不敢往前走 直到他回头看见那个从医院开始 就一直陪伴着他的卡通玩偶时 他才鼓起勇气迈过了这个路口 在溯源上课时 爸爸就来到办公室拜托班主任 让他要多费心照顾溯源 还请求所有的男性老师 务必和溯源保持距离 在这以后的日子里 爸爸每天中午都会利用饭点时间 来到学校操场陪伴女儿 放学时他也会默默地跟在女儿身后 一路守护着女儿回家 直到这天 溯源叫停了这只 一直陪伴自己的卡通猴 但是爸爸并没有说话 而是不断地点着头回应着女儿 随后溯源就拉着爸爸的手 两人一起往家的方向走去 回家后 溯源主动打开了父亲的玩偶服 还贴心地帮父亲擦拭着脸上的汗水 虽然直到这一刻父亲也没有开口 但是他那湿润的眼眶早已说明了一切 很快第二次庭审的时间就要到了 男警察找到溯源的父亲 他想让溯源出庭做陈述 要是溯源不出面 那么男人最多只能判十年 警察的这个请求让父亲很是为难 女儿好不容易才从阴影里面走出来一点 让他做陈述 无疑是把他再次推入火坑 为了不让女儿再次受到伤害 父亲来到警局找到了罪犯 他想让罪犯主动认罪复法 可罪犯却一再坚持 说他当时意识不清醒 他已经忘记了发生了什么 他甚至还威胁溯源的父亲和他和解 对吧 你先开始要跟你说话 对吧 父亲听后无比气愤 他拿起凳子砸向护栏 他巴不得可以进去拍死眼前这个变态 没有办法 为了保护女儿 父亲还是带着溯源来到了法庭 开庭后 检方就拿出了几张照片 让溯源开始辨认 当翻到罪犯照片的时候 溯源低着头举起了他的小手 然而就在这时 罪犯的辩护律师却走到溯源身边 他问溯源当时有没有闻到浓烈的酒味 溯源并没有撒谎 而是如实地点了点头 而溯源的这个回答 却为罪犯证实了他当时确实喝醉的事实 辩方律师则顺势而为 拿出了罪犯的酒精中毒报告 最终法官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 只判了男人12年 并且驳回了溯源一家索要经济赔偿的请求 宣判结果一出 现场的群众一片哗然 厂长气得直接站起来就怒怼法官 就在这时 怀孕六个月的母亲也忍不住站了出来 但无情的法官并没有听他的诉说 现场只有父亲没有说一句话 他站起来拿着桌上的铁牌就朝罪犯走去 然而就在他准备砸箱罪犯的脑袋时 溯源却跑过来抱住了他 溯源知道如果父亲动手杀了眼前这个人 那父亲也会像这个罪犯一样被关起来 为了女儿 父亲最终还是忍下这口气抱着溯源离开了这里 四个月后 妈妈肚子里的孩子出生了 他们给弟弟起名叫素旺 预议着一家人要重新开始展望未来 我们的生活中也会遇到或多或少的挫折和挑战 但请记住 不论发生什么 我们都要坚定地走下去 我们应该像溯源一样做个坚强的孩子 时刻保持信心和希望